而在中秋连续假期 不少人都会邀急三无好友一同出游 而在秀林乡就有三名男子 在21号廉价的最后一天 前往了沙坡当西上游的猎虎瀑布游玩 没有想到要在回程的时候 却发现了吸水暴涨 而身上也没有任何的装备受困在山上 花莲县消防局货报之后是立刻前往搜救 索性三人最后都顺利获救 21号下午3点左右 有花莲县消防局货报有三位民众上山溯溪 受困在秀林乡水云地 沙坡当西上游的猎虎瀑布 消防局立即协同了水源派出所警力 派出了两车共12个人入山搜救 但是午后山区开始下起大雨 溪水暴涨加上天色昏暗 让搜救难度大大提升 最后花了三个多小时 才顺利抵达民众受困地点把人给救出 当时入山搜救的时候 山区正下着磅磅大雨水智潜流 许多地方都是必须靠着徒手误息 才有办法到达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 我们今天评估三位受困的民众 他们身份真相都是稳定的 只是有一些室温的现象发生 我们立即给予他救生液 提供他保暖 并且再给予头盔跟照明的器具 稍后休息之后 就引导下山这样子 据了解受困的三个人都是华联当地民众 相约在廉价最后一天要上山游玩 没想到碰上午后大雨 溪水暴涨受困山区 所幸三个人最后都顺利获救 没有大碍 借徐立琴 休联箱报道